上帝制头子吗 4.白云深处 5.作者曹天元 朗读者圣患 上次说到 德布罗伊的相波引发了新的争论 不仅光和电磁辐射 现在连电子和普通物质都出了问题 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呢 虽然双方在口头上都不甘示弱 但真正的问题还要从技术上去解决 戴维逊和汤姆逊的电子演射实验证据 可是确凿无疑的 这叫威力方面没法装作视而不见 但威力避其锋芒 放弃外围阵地 采取一种兼闭轻野的战术 牢牢地死守着最初建立起来的堡垒 电子理论的阵地可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 哪有那么容易被摧毁 大家难道忘记了电子最初被发现的那段历史了吗 当时坚持粒子说的英国学派和坚持以太波动说的德国学派 不是也争吵个不休吗 难道最后不是伟大的JJ汤姆逊用无可争议的实验证据给电子定了姓吗 虽然26年过去了 可阴急设限在静电场中不是依然乖乖地像个粒子那般偏转吗 老爸可能是有一点古旧和保守 但姜还是老的辣 做儿子的要想彻底推翻老爸的观点 还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才行 威力的另一道战壕是威尔逊云室 这是英国科学家威尔逊在1911年发明的一种仪器 水蒸汽在尘埃或者粒子通过的时候会以它们为中心凝结成一串水珠 从而在粒子通过之处形成一条清晰可变的轨迹 就像天空中喷气式飞机身后留下的白雾 利用威尔逊云室 我们可以亲眼看见电子的运行情况 从而进一步研究它和其他粒子碰撞时的情形 结果它们的表现完全符合经典粒子的规律 在过去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现在对于敌人兵临城下的粒子军来说 这可是一个宝贵的防御攻势 威尔逊因为发明云室 在1927年和康普顿分享了诺贝尔奖金 这两位都可以说是威力方面的重要人物 如果说1937年戴维逊和汤姆逊的获奖 标志着波动的狂欢 那十年前的这次诺贝尔颁奖礼 则无疑是威力方面的一次盛典 不过在领奖的时候 战局已经出乎人们的意料 有了微妙的变化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捕捉电子位置的仪器也早就有了 电子在感应瓶上总是激发出一个小亮点 嘿 威力的将军们说 波动怎么解释这个呢 哪怕是电子组成演射图案 它还是一个一个亮点这样堆积起来的 如果电子是波的话 那么理论上单个电子就能构成整个图案 只不过非常暗淡而已 可是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单个电子只能构成单个亮点 只有大量电子的出现 才逐渐显示出演射图案来 这难道不是粒子的最好证据吗 在电子战场上苦苦坚守 等待转机的同时 威力于光的问题上则主动出击 以争取扭转整体战略形式 在康普顿战役中大获全胜的 他得力不饶人 大有不把麦克思维体系 砸烂不罢休的豪壮气概 到了1923年夏天 波特和威尔逊用云势进一步 肯定了康普顿的论据 而波特和盖格1924年的实验 则再一次极其有力的支持了光亮子的假说 虽然麦克思维理论在电磁辐射的领土上 已经有60多年的苦心经营 但威力的力量骑兵深入 屡战屡胜 脚波动为之深深头痛 大伤脑筋 就在差不多的时候 爱因斯坦也收到了一封陌生的来信 寄信地址让他吃惊不已 居然是来自遥远的印度 写信的人自称名叫波色 他谦虚地请求爱因斯坦审阅一下他的论文 看看有没有可能发表在物理学杂志上面 爱因斯坦一开始不以为意 随手翻了翻这篇文章 但马上他就意识到 他收到的是一个意义极为重大的证明 波色把光看成是不可区分的粒子的集合 从这个简单的假设出发 他一手推导出了普朗克的黑体公式 爱因斯坦亲自把这篇重要的论文翻译成德文发表 他随即又进一步完善波色的思想 发展出了后来在量子力学中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波色爱因斯坦统计方法 服从这种统计的粒子 比如光子 称为波色子 他们不服从泡利不相容原理 这使得我们可以预言 他们在低温下将表现得非常不同 形成著名的波色爱因斯坦凝聚现象 2001年 三位分别来自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 因为以实验证实了这一现象 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过 那已经超出我们史话所论述的范围了 波色爱因斯坦统计的确立是威力在光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 原来仅仅把光简单地看成全铜的粒子 困扰人们多时的黑体辐射和别的许许多多的难题 就自然都迎刃而解 这叫威力又洋洋得意了好一阵子 不过 就像当年的汉尼拔 他的胜利再如何辉煌 也仍然无法摧毁 看上去牢不可破的罗马城 殿磁大厦 无论他自我吹嘘说取得了多少战果 在双缝干涉条文前 还是只好忍气吞声 反过来 波动也是处境艰难 他只能困手在麦克思维的城堡内 向对手发出一些苍白的嘲笑 面对光电效应等现象 仍然显得一筹莫展 束手无策 波动后来曾经发动过一次小小的突击 试图绕过光亮子假设 去解释康普顿效应 比如JJ汤姆逊和金斯等人 都分别提出过一些基于经典理论的模型 但这些行动最终没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最后不了了之 在另一方面 波动企图在短期内闪电战灭亡电子的战略意图 则因为威力联合军的顽强抵抗 很快就化作泡影 整个战场再次陷入僵持 人们不久就意识到 无论威力还是波动 其实都没能在德布罗伊事变中捞到实质性的好处 双方各派出一支骑兵 在对手的腹地内做活一块 但却没有攻占任何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据点 在老战线上 谁都没能前进一步 只不过现在的战场被无限扩大了而已 第三次玻璃战争不可避免的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谁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波尔在1924年曾试图给这两支军队调停 他和克拉莫斯还有斯雷特发表了一个理论 以三人的首字母命名 称作BKS理论 BKS放弃了光量子的假设 但尝试运用对应原理 在波和粒子之间建立一种对应 这样一来就可以同时从两者的角度去解释能量转换 可惜的是 玻璃正打得眼红 哪肯善罢甘休 这次调停成了外交上的彻底失败 不久就被实验所否决 战火熊熊燃遍物理学的每一寸土地 同时也把他的未来制考得交呼不清 1925年 物理学真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他迷茫而又困惑 不知道前途何去何从 昔日的经典辉煌已经变成断瓦残垣 一切回头路都被断绝 如今的天空浓云密布 不见阳光 在大地上投下一片阴影 人们在量子这个精灵的带领下 一路走来 沿途如行山阴道上 精彩目不暇接 但现在却发现 自己已经身在白云深处 彷徨而不知归路 放眼望去 到处是雾茫茫一片 不便东南西北 叫人心中没底 波尔建立的大厦 虽然看起来还是顶天立地 但稍微了解一点内情的工程师们都知道 他已经几经表忽 伤筋动骨 摇摇欲坠 只是仍然在苦苦支撑而已 更何况 这个大厦还凭借着对应原理的天桥 依附在麦克斯维的旧楼上 这就更叫人不敢对他的前途抱有任何希望 在另一边 威力和波动打得风火连天 谁也奈何不了谁 长期的战争已经使物理学的基础处在崩溃边缘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 不过 我们也不必过多的为一种悲观情绪所困扰 在大时代的黎明到来之前 总是要经历这样的深深的黑暗 那是一个伟大理论诞生前的阵痛 当大风扬起 吹散一切蓝雾的时候 人们会惊喜地发现 原来他们已经站在高高的山峰之上 急目望去 满眼风光 那个带领我们穿越迷雾的人 后来回忆说 1924到1925年 我们在原子物理方面虽然进入了一个浓云密布的领域 但是已经可以从中看见微光 并展望出一个令人激动的远景 说这话的是一个来自德国的年轻人 他就是沃尔纳海森堡 物理学的天空终于要云开雾散 露出璀璨的星光让我们目眩神迷 而这个名字则注定要成为最华丽的星座之一 它发射出那样耀眼的光芒 照亮整个苍穹 把自己镌刻在时空和历史的尽头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犯后闲话 被误解的名言 这个闲话和今天的证文无关 不过既然这几天讨论牛顿 不妨多披露一些关于牛顿的历史事实 牛顿最为人所熟知的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街上 这句话通常被用来赞叹牛顿的谦逊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 这句话本身似乎没有任何可以理解为谦逊的理由 首先 这句话不是原创 早在十二世纪 伯纳德就说过 我们都像坐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 这句话 如今还能在沙特尔市那著名的哥特市大教堂的窗户上找到 从伯纳德以来 至少有二三十个名人在牛顿之前说过类似的话 明显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套词 牛顿说这话是在1676年给胡克的一封信中 当时他已经和胡克在光的问题上吵得昏天黑地 争论已经持续多年 在这封信里 牛顿认为胡克把牛顿的能力看得太高了 然后就是这句著名的话 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结合前后文来看 这是一次很明显的妥协 我没有抄袭你的观念 我只不过在你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这才比你看得高那么一点点 牛顿想通过这种方式 委婉的平息胡克的怒火 大家就此罢手 但如果要说大度或谦逊 似乎很难谈得上 牛顿为此一生记恨胡克